有什么恐怖呢 所以说 不要怕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不要怕 医院是真可怕 死不怕 医院太可怕了 所以生病 我劝大家的说 不要去医院 不要去找医生 不要去吃药 山西小院的一套 非常管用 你学那一套就行 我这个实在找医生的说 找中医 不要找西医 千万不要进那个医院 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这个现在的 我们这是这个 这个 有这么一个 观念 也就是从外国 他们这些 这些著书的人 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医生 都是心理医生 精神科的医生 他们都通灵 有许多用这个催眠治疗的方法 直接跟这个灵媒 灵界沟通 所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资讯 你这个病人的时候 他病因 会到过去身中找 过去再到过去找 有一个病人 这个心理医生给他治疗 深度催眠 好像是 他可以能够回到他 八十十以前 四千多年了 八十十以前 那个地方得的病因 找到之后 跟他讲 他明白了 他这个恐惧就消除了 所以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 所以实在讲 病是什么 分别执着 只要放下分别执着 人就很轻松 就很愉快 那个病就很好治 那种坚固的执着的时候 是非常的麻烦 这个要知道 人要从上保持很好的情绪 远离真的 远离一切妄想 对于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法 不要看得太重 应当要放下 人生在世 实在讲 你每天吃饱了 可以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 这壁风雨 够了 比释迦牟尼佛日子好过多了 是不是 如果再要是血球的话 那你就会生病了 你的欲望 超过你的需要 病就来了 如果是我的欲望 跟我的这个 神迹需要完全相应 这人不会生病 第二个问题 若亲友 得了不治之症 请问是应该告诉他 施情 劝他放下誓言 念佛求生进途 还是隐瞒病情 要怎样如理如法地 帮助身患绝症的亲友 身患绝症的亲友 是不是告诉他病情 要看当时状况 要看这个人的羞养 他能接受 他平常很大观 可以告诉他 他如果很怕死 贪生怕死 可不能告诉他 那告诉他麻烦大了 但是最好的方法呢 让他看山西小业 不必受他病情 看看这些东西 看看呢 这个这个这个 为什么不能吃它 看看这些 因果这些东西 像我们这提 这个这个特别的提出 要供养大家的这个 这个两判私讯 余经义 欲造神迹 这都非常好 让他看看这些 看看这些英国的 这些教育 这些教育片 以后纵然 他病重检查出来 不怕 他已经看过这 他心里有底子 然后我们帮助他 就很容易了 他会接受 而且全家人 也会帮助他 不怕 病 那个山西小院 我看了之后 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讲演 解释 为什么念佛能把病治好 这个道理是 我们不是用药物来治疗 是用意念 人身体 器官 是细胞组成 细胞 你生下来是正常的 以后为什么 这个细胞 会感染 病毒呢 那佛子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凡夫心里都有病 不是细胞有病 细胞没有病 心里有什么病 贪嗔痴慢 这种病毒要是严重的话 会感染细胞 好的细胞就变成病 病细胞了 那病细胞严重蔓延的时候 那就成麻烦就大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把贪嗔痴化解掉 我们学慈悲 我们好好的修这些 完全是正面的 这个正面的意念强了 会感染到细胞 那个病态的细胞 就会恢复到正常 这是高明剂了 哪里需要用药呢 用意念来对治 所以哪里病 在严重的病的时候 毒的这个流 你也不要害怕 我自己有办法把它变过来 把这个病毒的细胞 让它恢复正常 这自己治疗 所以要懂这种方法的时候 你一生永远健康快乐 就会非常幸福 所以要知道这个病 是怎么起的 那个根在哪里 你这就好治了 都是从意念 凡是病 都是不正常的意念 错误的意念 换一句话说 常常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这个是病根 特别是贪心 诚惠心重的人 这是你看连这些医生都懂的 这个最可怕的是诚惠心 常常发脾气的人 前面我也给诸位讲过 常常发脾气的人 我们要原谅他 他已经有病了 而且肯定他寿命短 他非常不正常 正常的人身心愉快 对什么人都是笑脸敞开 那种人受生命力强 他的能量充沛 所以这个发脾气是对能量的损耗最大 这个一个人脾气发了之后 能量全部都消掉了 所以非常非常可惜 碰到有什么事情让你发脾气 马上紧就到 就是母要来害我 我可不能上当 他叫你发脾气 我就发脾气 你不是上搭档了吗 他就说你自杀吧 赶快去自杀 叫人发脾气 就叫人自杀了 惹他发脾气 就是叫他自杀了 自己又给 绝不上摩执道 你要引诱我发脾气 我笑脸相依 绝不上当 对养生之道啊 第三个问题 死是人人不可避免的 死也是甚至开始 请问 应如何提升自己及家庭眷属 死亡的品质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我这两天找的是书 就是帮助这些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六道轮回的真相 要了解 要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是参考外国的东西 这是 有助于 我们正常信心 因为佛教 讲得了一般人宗教 这是迷信吗 是宗教吗 我们正常信心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